嘿嘿 叔叔 到底哪里有卖糖果的呀 这边好黑 我有点怕啊 小妹妹 别怕呀 叔叔来保护你呀 叔叔 你还是保护一下你的体吧 往哪儿跑 是小五的魅惑和第三魂纪顺影吧 看来不用操心了 不乐这顿八段摔是逃不掉了 八段摔? 那是什么 就是小五柔记中一种最狂暴的摔法 连摔八下 只要摔出第一下 几乎就最有反抗的可能 你们看 不停 如果是力量性魂试 或许还有机会 可惜不乐是控制戏 武魂也没能使得出来 只能 第一魂技 挑风 好你个无恶不做的大混蛋 连你小姑娘都不放过 就让小五姐的凌风鞋沙弹旋衰 教你做人 不停 别 我不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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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 我 呃 呃 是杀了他吧 杀他脏了我的手 不过 估计他不在床上躺三个月 是起不来了 说好一起成奸除恶 你把他都摔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还打什么呀 不过 小五 你这套八段摔 还真是微猛 关键是他那瞬移魂计 太变态了 一旦到了身体五米范围内 想跑都跑不了 还有 小五 你的妖弓是能连续使用的吗 中途就不需要重新凝聚魂力 以前还是要的 不过我到了三世纪以后 就可以联谅了 再说 就算凝聚魂力 每一次发动妖弓的间隙 就已经足够了 我这八段摔 只对力量型魂师没什么用 像他这样的控制系魂师 被我直接偷袭成功 肯定要倒霉 小五 以后还是不要再用刚才那种方法 诱惑敌人了 这样太危险 V 好了 我们走吧 这家伙 短时间内是没法祸害苍生了 咱们承奸除恶的目的 也算达到了吧 嗯 其实 我们这么做不好 不好 不好 小菜 你不会这心软了吧 承治这样的恶徒 我有一个办法 我说小刚 虽然我不愿意打扰你教导那些小怪物 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 学院那点钱已经被你花光了 原本学员们交的学费 是足够支撑他们一年消耗的 可你这教导方法也太灵雷了 不但伙食费大幅上升 每天掺杂在食物和泡澡水中的药物 更是贵得要命 这才短短三个月 财物就已经要垮掉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总要拿出个办法来吧 等这几天修整完毕 我将带着他们进行第二阶段训练 你就不用费心了 到时候费用问题自会解决 要不是孩子们那么优秀 我真的不想再维持下去了 还是以前我们一起游历大陆的日子 最令人动心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重复当初的快乐吧 哼哼 不害臊 为所也是罪行之一 还真有自知之命 Normandge 总算有人给我们出了口恶气 毕奈鲲 爱人者 终害己 你到底是谁 你二人 你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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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乐这家伙 说好带我们找乐子 都到现在了 连个影子都没有 不会自己吃毒食呢吧 这家伙非要单独行动 还得要咱俩满大街找的 真是 前面这是怎么了 这 这是不乐 老鹅 天涯 救我 快救我 竟然是个魂王 我跑 我跑 我教爲你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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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认罪直白书 莫名不论 虽是个浑石 却以恶恶而出名 罪行无数 却可归为两条 先天为所发育 缺德在家缺心养 后天无法无天 成兄斗痕有一套 善恶终有报 劝借广大恶人一方